唉 佼佼是我的學弟 發生這個事情我也很驚訝 很訝異 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事情 因為後來我們就沒有再合作 不便多評論 我只希望他能夠好好的保重 只要活著就有希望 你跟佼佼那時候也是難受 佼佼 佼佼 佼佼是我的學弟 因為他先去上節目 我看那個節目 他的節目表現得還不錯 那我說我一定可以跟他 一定比他更好 我也去上節目 在青春大對抗 當年的華視的節目裡面 可以說是台灣很早很早的選秀節目 然後後來我們就跟小燕姐 把我們四個人 宋少卿、補學亮、黃子教跟我 組成了這個帥哥綜藝 然後我們在TV新秀爭霸戰裡面 有一個固定的單元叫做帥哥發飆 然後在那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們合作非常地很快 然後我也覺得他是一個非常 是一個非常細心的人 然後呢 他還會自己錄歌 自己錄卡帶送給大家聽 他也是非常有心的人 當發生這個事情我也很驚訝 很訝異 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事情 因為後來我們就沒有再合作 私底下會員說 互相祝福啊 生日啊 他有什麼新的狀況我也去祝福他啊 我生日他也會祝福我啊 那你這次有穿的信息嗎 還是就讓他 對對對讓他自己沉澱 不便多評論 我只希望他能夠好好的保重 能夠把身體弄好 畢竟他還有一個這麼小的女兒 還有他的這個妻子 只要活著就有希望